诸位同学,请看第六觉知 第六觉知 贫苦多愿,恒皆我愿 菩萨不诗,等念缘亲 不念旧我,不增我人 贫苦 不仅仅包括一切的物质 同时也包括到精神这方面 如果真正有智慧 虽然贫苦他会很快乐 他不会跟众生借握援 我们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孔老夫子的学生 人严回 物质生活就非常贫乏 那么在一般人都会觉得非常忧虑 但是我们从孔子口中明了 严回不但不以为苦 而且以为弱 所以夫子赞叹他了 他那个生活是人 不堪其忧 说回也不改其弱 可见得他的生活是非常快乐 这平而落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地方的贫苦 重点呢 一定还是要在道德方面 在道德 在智慧 人缺乏 道德 缺乏智慧 那是真正的贫苦 因为没有智慧 那就愚痴 愚痴 总是生烦恼 也就是贪嗔痴慢 会特别严重 当然啊 就会给一般人一切的我 痕结我缘了 这个是免不了的 菩萨不诗 等念冤亲 不念旧我 不增我人 这几句话实在说呢 即使不学佛的人 修仁天佛报 也应当要遵守 不诗 特别对于贫苦之人 只有菩萨有智慧 菩萨 菩萨 晓得 理事 因果 那要帮助众生 第一呢 就是要布施 菩萨 是无条件的增育 无条件的供养 不诗 众生 缺乏 医师 在必要的时候 是要帮助他 不诗 布施供养里面 最重要的 始发布施 那因为一切众生 他们 决定不能 依靠 别人的 布施供养 过一辈子 那这个人 有罪啊 这么罪呢 前面讲了 懈怠懒惰啊 依靠别人供养 自己不能够独立生存 他就有罪过啊 直接受供养啊 而不懂得回馈 那哪有这种道理呢 因此 当众生 在贫穷苦难的时候 这个布施供养 做救济的人 一定要帮助他 开智慧 一定要帮助他 获得能力 那么由此可知 布施供养里头 最重要的 是教育啊 不但呢 要叫他有智慧 还要叫他有技能 我们今天所讲的 技术能力的教学 能力道德的教学 这种慈悲 救济 才算是真正圆满 不施要平等 所以要等念 原情等时平等 这个念就是对待 啊 以平等心 对待 冤是冤家对头啊 清是你的家亲眷属啊 啊 为什么 如果 你有 偏离 偏离 我只对待 我只对待 我的亲属 我不肯 不施 我这个冤家带主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的生活 就不能够啊 要 安全 平静 啊 为什么呢 这些冤家带主 一定要找你麻烦呢 中国古老的言语常说 一家保暖 千家怨 啊 啊 你是大家 怨恨的对象 怨恨的目标 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啊 社会 要怎样才能安定 世界要如何才能和平 那就是冤情平等 啊 无论 哪一个人 那么在今天大的社会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 是哪一个族群 啊 各个不同的文化 菩萨平等对待 平等布施供养 这个社会 就会安定 世界就会和平 人民幸福 我也幸福 啊 社会兴旺呢 我们家庭也会兴旺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 决定不能够有贫心 决定不能有贫爱 陌后这两句 尤其是化解 冲突的 最好的办法 不念就我 不增我人 啊 过去 这个人过去做些什么坏事情 只要他能回头 回头是安 回头他就是好人啊 啊 啊 不可以啊 老是记着他从前这个 悟行啊 悟念悟行 不可以 应当要原谅他 要宽恕他 这是大人之心啊 啊 不增悟人 啊 悟人为什么会做悟 前面说了 他贫苦多愿啊 那这个人很富有啊 富有是财富富有啊 他智慧很贫苦啊 他没有智慧啊 他糊涂啊 他糊涂啊 所以从 德行 从智慧上来说呢 他很可怜呢 他真的贫苦啊 所以 他容易 犯罪 容易做错事情 啊 他这个 这个这个 烦恼吸气 非常重啊 受不得丝毫刺激 只要有一点点外缘刺激 他的烦恼吸气 他就会现行啊 他就会发作啊 佛菩萨看这种人 就是经上常讲的 颇怜明者啊 他做的这个 悟行 佛菩萨不念旧窝 不证我忍 他要不要受果报呢 当然要受果报 因果 是自然的定义 不但是 凡夫 造我因 要受果报 就是 诸佛菩萨 在 没有修成 道业之前 所做的这些 罪业 他还是要受报啊 释迦牟尼佛 诸位在经典上看到 有麻麻之报 释迦牟尼佛 这是释迦牟尼佛 他这些族 过去身中造的卧业 受流利王 滅足 这个果报 佛不能救啊 因缘果报 这个事情 只有自己承当 自己去承受 佛菩萨大慈大悲 对你一点 都帮不上忙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你真正懂这个道理 你才会不念旧我 不增我忍 你的心平等了 平等你也才能消除 小厨 还要不要受果报呢 还要受 中罪轻报 报的时候啊 会轻一些 你自己很清楚 很明明了 这就是古德讲的 不媚因果 不是没有因果了 不媚因果 清清楚楚 明明白明白 因此 我们自己想着不愿意受的那个果报 千万不能造阴 你要造了阴 需求将来避免那个果报 那是愚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 佛门都常讲啊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道理就在此地 脱离贫困 化解 冤解 最重要的 还是教育 尤其是 圣贤的教育 能力道德的教育 如果 把这一段事情疏忽了 那么社会 就生病了 今天有许多人讲啊 地球生病 这个话讲的没错 地球生病 就是地球上 居住的这些众生 社会生病 产生问题了 或以古时候 没有这些问题 现在 有这些问题 我们细心去想想 去回顾过去 展望将来 多少啊 能有一些歧视啊 古时候 在东方 有圣贤的教育 在印度 有佛法的教育 在西方 有宗教的教育 在西方有宗教的教育 人 以为自己很聪明 自己很能干 不需要佛菩萨 不需要圣人 也不需要宗教 完全凭着自己的毫无 完全凭着自己的毫无 靠着自己过去身中修集的一些佛报 然后 随身自己烦恼吸气 佛菩萨走了 圣贤人 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个世界没有圣学了 这是今天社会的病态 所有一切的灾难 天灾人祸 根本的原因 那么由此 我们会联想到 如果一个人存心 学习圣贤的教育 推广圣贤的教育 你说他的功德有多大 一切祝福 必然互念 隆天善善感激 如果还随身自己烦恼吸气 稍稍不如意 我要把你摧毁 我要把你灭掉 你毁灭圣贤教会 就是毁灭了 一切众生的发生毁灭 你可以尽情去做 古报你没有想到 二次大战 希特勒圣机一时 那个时候还得了吗 哪里想到四年他就灭亡了 如果他知道他四年之后他要死 过破家亡 我相信他不会造那些畏业 历史是一面镜子 看过去你就能想到将来 我们自己 得人生不容易 经论里面常讲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生闻佛法 最可贵的 最殊胜的 就是你得到解脱的机会 你得到超越轮回 圆成佛道的机会了 你得到一个做 无量无边功德利益的机会了 这个机会 要不能够把握住 这个真的是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机缘 你要不能把握住 你要还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不相信圣交 依旧胡作妄为 那你真正叫冤枉 真正叫大错特错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 眼前 这个六成境界 又何常不是一面镜子 我曾经跟诸位说过很多遍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以前还在工作 没出家之前 每一天都看看报纸 我看报纸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流行什么新闻 什么报纸里一些报道的 我每天留意的是复文 我看着 天天看复文 每一天哪些人过世了 有年大 年岁大的 有年轻的 我喜欢看这些东西 看这些东西 有个警惕 你看今天走这么多 明天又走那么多 看看将来轮到我自己了 明光大使 教导学人 把死字贴在恶头 天天看到这个死字 我就快要死了 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我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就有这个警觉性 人之将死 其因也善了 何必还跟人过不去呢 何必还要计较呢 何必还要造业呢 那么这个是 从这一方面来观察呢 我还有这一点相根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 无论是学佛之前 学佛之后 我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物业少了 我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会做到 这个物业通通都没有了 我的目标 是心地纯净 言行纯善 我走这个路子 我知道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能够得到一天 得到两天 得到七天 心地纯善 纯净 这是无量功德 这个才是真实的 是带得走的 这个 事出事间 一切法 没有一样啊 你能带得走 佛法里都说着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胜 我们不能不留意 所以贫苦 这两个字 我们一定要落实在 道德智慧 我们的道德 非常贫乏 非常贫乏 我们的智慧非常贫穷 所以 你才会随身烦恼吸气 跟一切众生 横结我缘 等念缘情 不念旧我 不增我人 这三句是化解 内在与外在冲突的不尔法门 也是 也是一个真正修行 清净平等觉 最高的指导原则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的 习求 决定是 清净平等觉 那要修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就决定不能把 一切众生 不善的心形 放在自己心里 那就错误了 那自己的清净平等觉 就变成一切众生 不善我业的落索筒了 你说这个人哪里会有智慧 这就愚痴到了极处 所以聪明人 决定不会把别人不善 这个悟 悟悟行 放在自己心上 这是真正聪明人 所以我们也 不看悟的形象 而不听我的音声 六根不接触我的境界 世出世间 圣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这三句是总纲林 总原则 我们看到这一切不善的行词 我们立刻就远离 听到不善的这个音声 我们也立刻就把它止住 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变成自己的心形 不敬不善 我要修觉真进 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 这些事情 就在我们生活的周边 时时刻刻要知道防范 要提高警觉 这叫觉知 叫觉悟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 第七九五 无欲故患 虽未素人 不然是落 我们就念这个一句 五欲 五欲 欲使欲望 五是标明的五种 这就是平常一般人讲的 才 色 明 识 税 中国人常讲 其情无欲 这都不是自信的本句 换一句话说 真心 自信里面 没有其情无欲 其情无欲是虚妄的 其情是喜 就是欢喜 怒是愤怒 爱是悲哀 乐 我们一般讲快乐 这些东西 都是感情的冲动 是烦恼习气的现象 往往一般人无法控制 这种情绪必须要让他发作 但是法则要有节度 古时候 圣贤人 教化众生 知道众生 无量借来 在生死轮回 多有严重的 其情无欲 这些烦恼啊 喜气 只有大圣大谢 他们有长时间的修养 把这个烦恼喜气断掉了 普通人 这些东西没有断掉 那发作的时候 也应当让他发作 但是 告诉他有个节度 不要过分 过分是错不了啊 过去我们在新加坡 新加坡 有一位许哲 巨师 新加坡同修都知道他 他告诉我们 我 平常一个人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发脾气 他告诉我们 发三分钟的脾气 要三天 你这个心情才能恢复到正常 你去想 这个对身体伤害非常严重啊 人 不知道爱惜自己 就是不知道自爱啊 情绪上的冲动 决定对于你身心 都产生极端的不利 人 往往不能够享受他的天年 这个天年是你生下来 天然 你应当到中国古老医学里面的讲法 像《皇帝内经》《灵书》 这个年轻时候我也喜欢看看 看到的时候 那个书里都讲啊 人的正常寿命 年百岁啊 你为什么活不到年百岁呢 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糟蹋掉了 你不知道养生之道啊 不知道爱惜你的身体 身体像一部机器一样啊 你要懂得他的性能 你要很会照顾他 会爱惜他 他正常寿命呢 是使用年百年 那几十年就造他的啊 怎么造他的啊 就是情绪冲动 感情的冲动 这个地方讲 五月过患 那个过患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啊 啊 那我们这里是受于是一手时间的限制 不能跟诸位细说 细说这个经每一句两个小时都讲不完 所以下面佛就劝导我们 虽为苏人呢不忍而失落 虽然啊这是世间俗人 啊 可是你要记住啊 这个世间之落不能够远逐 尤其是现代世间之落 啊 我们看看现在的电影 电视 国武戏 戏剧 音乐 啊 甚至于现在的绘画美术 这是世路啊 这些东西 诸位仔细去观察 他教人什么呢 所教的全是负面的 不是正面的 啊 与 倫理道德 忠效仁义 毫不相干 啊 所以 社会怎么会不乱 众生 如何能不苦 啊 读佛经 读圣贤书 然后回过头来观察现前的社会 这个里面前因后苦 不难明了啊 了解之后自己才知道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怎样公主 怎样做人 怎样帮助自己 怎样帮助社会大众